大家好 我是基本的易亚恩 暂时的Workout Wednesday 新生前习惑的拍摄将会延似到我家 我们可以一起再加抗议 今天断练会处理我们的驱缸旋转 尤其是这段时间 我多了在家里阅读 以及在电脑台面前 坐下了都会发觉很绷紧 或者是僵硬 希望这个动作也可以帮大家找回身体 应该有的活动幅度 找一张椅子 稍微是去到小腿那么高的 可以先坐窄一点 两脚可以放近一点 上半身向前傾 右手放在左脚上面 是用来拉住的 手肘可以放上去 左手放耳朵旁边 吸气 呼气想将人掀开好像一本书一样 稍作停留 再吸气 呼气再掀开 稍作停留 稍作停留 再吸气 呼气再掀开 稍作停留 慢慢回中间 手拉住 就是希望我们打开的时间 不会整个人都转过去 所以一方便我右手拉住的左脚 是向右边拉的 同时我驱港是向左边旋转开的 所以就像自己和自己斗力的状态 我们做另一边 左手捉住右脚拉住 放上去 上身向前傾 然后手放耳朵旁边 可以先将手掀都打开 吸气 呼气再掀开 稍作停留 吸气 呼气再掀开 呼气再掀开 稍作停留 再吸气 呼气再掀开 稍作停留 慢慢回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 在每一个呼气的时间 其实身体是可以再掀开多一点 去到一个新的运动幅度 在那个位置停留 我们希望身体去到适应 也要感受一下那个法力 这个动作 鼓励大家可能会坐了45分钟 去到60分钟 就可以做一次 一次就像刚才的安排 我们左边就做三次 右边做三次 鼓励大家可以每天做 从勤力练习 好好练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